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我们今天进入159课 圣经中永恒预定的第四课 关于预知预定论的批判的第二讲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二十二章七节到十一节 前面一直谈到了对预知预定的一些 关于预定的一些教导 然后也谈到了一些预知预定的一些错误 继续在这里面加入我们继续来批判 批判那些认为上帝拣选和仪器 乃是根据人行为的错谬的这样的主张 实际上也是预知预定 上帝预先看到他们的善行 信接受神的恩典 然后上帝拣选他们 决定施恩给他们 或者说上帝预先看到他们会拒绝恩典 或者不信刚硬 然后就弃绝他们 对这种所谓的预知预定的这种错误的主张 加伦牧师继续对他批判 然后这次批判他提到了非常重要的证据 就是亲自把我们的主基督的教导搬出来了 最终请出我们的大君王大法官 我们的主基督来 清晰蒙招的多被选上少的质疑 前面谈到了很多预知预定的批判 然后有的人就怀疑 既然上帝预先定下 那为什么上帝呼召的人这么多 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人 但实际告诉我们信的人少呢 那是不是上帝就背呼了自己呢 上帝虚情假意的招了这么多人 实际没招这么多 或者上帝招了真诚的招了 但是又招不了那么多等等 总之上帝就陷入到自我矛盾里面 他们就提出这样的质疑 然后呢在这里面 加尔文就引用基督的教导来辩驳 来提到上帝的拣选的这样的教理 这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经文 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我总不丢弃他 拆我来的那一位旨意 就是他所赐给我的 要我一个也不失落 并且末日使他复活 那这里面谈到了什么呢 父所赐给我的人 注意 现在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了 父所赐给我的人 这是谈到在永世当中的救赎计划 上帝预定当中要拯救的人 这些属 属父的人 也就是说上帝所拣选的 父所拣选 属于父的 然后父把他们交给子 然后让子去救赎他们 让子去保守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谈到了几个核心 父所赐的 也就是父所拣选的 预备识恩拯救的那些人 然后父所赐的人 这就是特殊的嘛 少数的 不是所有的 然后必定赐给子 那这些特定的人 是蒙父所拣选的 当然子也宣布了自己拣选的这个权柄 不单说到父拣选 属父的 同时也说是我拣选了你们 我所拣选的 约翁十三章十八节 提到了子也拣选 因此谈到拣选的时候 我们一般来说是父 但是说子也没有问题 更严谨来说 这个三一上帝 上帝的拣选 但是圣经当中明确的 谈到了就是子和父的这个拣选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到了什么呢 拣选赐给子 交给子 子作为中宝 就是这些没拣选的人 属于父的 父所托付给他的人 赐给他的人 就是子所要拯救的对象 根据是什么呢 子也为这些特定的信徒 就是父所交付他的 并非所有的识人祷告 约翁福音十七章六节里面谈到 我为他们祷告 不为世人祷告 为这些父交付给他们的 以赐所书里面谈到了 基督为教会舍己 谈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 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 所以基督这种特定的救赎 特定为百姓来 耶稣基督来 就是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 这个好像似乎是指向好多人 所有人 但是他具体说 为自己的百姓 为了寻找拯救自己的百姓 把自己的百姓 从最恶劣救出来 所以这种特定的救赎 那在这里面 其实就谈到了 为什么蒙昭的人多 福音是广泛的要传 包括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也一样 耶稣基督讲道的时候 听到的人很多 但是真正信他 追随他的人是少数嘛 比起听到他教导的这个人数比例来说 真正跟随他的人是少数 那么基督也没因此就受到沮丧或者挫败 他知道谁是信他的 谁是属他的 副作交付给他的是谁 所以他不会因着表面上绝大多数的人离弃 他就感到沮丧或者觉得失败 他清楚自己来的为了谁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就解释了这种 虽然表面上外在的呼召很多 但被选上的人少 这种似乎前后矛盾 对于上帝 三一上帝来说 他们是精准打击 对于我们来说 作为第三者旁观者 看见好像是福音广传 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拒绝福音 我们就觉得 上帝借着福音呼召人了 为什么只拯救少数人呢 只救出一部分人呢 一方面是绝大部分的人顽梗 悖逆刚硬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 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这里来 凭什么说呢 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这里来 若不是我父吸引人 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 父吸引人 后面说到圣灵 圣灵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是我们 所以父吸引人来 然后父将这些人赐给子 然后圣灵又将这些人呼召 有效的呼召 带领他们来到这里 所以在这里面就处理了这些为数多的人蒙昭 为什么实际得救的人少 这个问题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功劳或努力 宇宙不同 蒙上帝特别的爱或拣选 抱歉 这个因基督 这个是基督 耶稣基督 因基督宣称 自己是拣选的创始者 我所拣选 是我拣选了你们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犹大的拣选 有人又提出质疑 那犹大的拣选怎么回事 好像我们就以为 犹大是这个蒙拣选得救的这样的一份子 为什么后来又下地狱失丧了呢 实际上犹大的拣选 是不是这种救恩的拣选 生命的拣选 耶稣基督也说过 他知道谁信他谁不信他 其实就言万之意是指犹大 那时候犹大要卖他 他知道谁要卖他 谁是信他的人 所以耶稣基督称他为 除了那个灭亡之子以外 都蒙保守兼顾了 因为那个灭亡之子本身就 不在救恩的这个范围内 但是他是拣选做使徒 他没有在救恩的范围里 为什么拣选的使徒 这个矛盾就 问题就多了 但这里面我们来处理的是 他作为拣选的使徒 使徒的职分不是恒常不变的 也就是说这种工作的呼召 可能因着他的被约 背叛顽梗可能会失去 就像旧约里面的扫罗 立他作王 他因着不顺从 结果丧失了这种作王的资格 使徒也一样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是非恒常不变的使徒的职分 所以他是咎由自取 他不信使不守约 最终因着自己的过发 而失丧了这个使徒职分 加勒牧师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犹大的拣选 不是救恩的这个拣选 生命的拣选 而是职分的拣选 然后圣徒的拣选 因基督的信实的应许 以上帝的大能保守 他不失落 犹大因为没有救恩之约的这样的应许 所以他使徒的职分 他的背信顽梗 当然就不存在所谓的生命的保守 但是他的使徒职分 也是因着自己的咎由自取 丧失了 那圣徒为什么这样呢 圣徒们的本性能比犹大更强吗 不是的 圣徒之所以能够坚忍 不至于失丧是因为基督的信实 前面说了 父所交给我 就我保守他们 使他们一个也不失丧 为什么 直到复活的那个日子 基督自己以自己的信实 以他作为 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神性的大能 保守他们 应许保守他们 一个不失落 反而父所偷给我一个也不失落 基督作为信实的应许 所以基督成为圣徒 这个拣选 不失败 不失丧的保障 当然这是三一上帝的工作 父拣选了 交给基督 基督看顾保守 后来有圣灵内住 圣灵为圣徒祷告 圣灵叹息 圣灵保守 等等 另一位保惠师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 圣徒的拣选和 这种使徒性职分的拣选 是不同的 上帝出于他白白的收养之恩 上帝白白的据纳我们 那将儿子的名妃赐给他所喜悦的人 他所喜悦的人 就是他所爱 他定义要施恩的对象 拯救的对象 然而这个拣选的起因 完全在乎上帝自己 在上帝里面 在乎他自己隐秘的旨意 在乎他的义 他的喜悦 不在乎那个蒙拣选人 内在有什么条件 更不在乎上帝预先看见 他是不是会接受 上帝施恩给他的恩典 或者是拒绝 所以呢 这里面就谈到了 旧熟性的恩典 拣选的这个概念是 完全是出于上帝的自由的 喜悦的旨意 出于上帝的白白的恩典 完全在乎上帝自己 不在乎被拣选的人 所以自然里面就反驳了 否定了那些认为 上帝拣选人 可能根据人的某些努力 或者功劳 或者是对恩典的顺从 也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表现表面上看见蒙招的人多 但实际上上帝拣选的人少 的这个问题 上帝不是盲目的撒了一扇网 不知道搂几条鱼 结果实际上搂出来的 别的预计 这个网撒得很广 但收上来就几条鱼 不是的 上帝借着传扬福音的功夫 这种外在的护招 但实际呢 只有那些上帝所拣选预备的人 上帝才使他们能够领受这样有效的恩兆 后面会讲实际的恩典 信心的恩赐 他们才能够回应福音 所以这个不存在什么矛盾 那第三呢 他就开始谈到了教父们对预知的解释 那谈到了安波罗修 当然这个三连的翻译可能稍微不一样 这个额利根是三连是说到的 这个无所谓 奥利金 然后耶罗米说到是Jerome 那我是习惯用额利根和耶罗米 我就这么用了 所以大家不要困惑 那他们谈到这个预知呢 是根据 没有仔细叫 太着急了 根据上帝的预知 根据上帝预先知道 人善用所赐之恩 注意 什么意思 上帝预先 上帝的拣选 预定是根据上帝预先看到 谁会善用他的恩子 先前的恩典 然后上帝先给他恩典 他就好好地利用这个恩典 然后去相信 这是亚米纽斯主义的观点 半博拉旧主义的观点 然后上帝预先看见他们会 善用上帝预先赐下的恩典 以至于靠这个恩典去相信的时候 上帝才决定 给这样的人的恩典 这个是错误的观点 也就是上帝拣选一个人 预定一个人得救恩的时候 是根据那个人的先存在的某种反应 他接受救恩 所以上帝拣选了 那么这个就拣选 这个概念完全崩溃瓦解了 毫无意义了 上帝的拣选是根据人的拣选 所以才拣选 这个就不是圣经里面叫的那个拣选 所以奥古斯丁比较特殊 一开始奥古斯丁也是倾向于这种说法 后来他随着圣经更加的熟悉 认识圣经以后 他就开始去拒绝这种思想 抛弃这种思想 反而去批判 特别是奥古斯丁和博拉旧的这个辩驳当中 那博拉旧就谈到了 跟前面谈到那个一样 若是如此 那么使徒竟然没有敏锐的注意到 这一点岂不是很奇怪吗 因为在论及到尚未出世的两兄弟 那令人吃惊的主张之后 又反问道 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 他们在这里原可以回答说 因为神预先见到两个弟兄的功劳 但他却没有这样说 而是斥责神 诉诸于神的公义和怜悯 什么意思 驳斥这个博拉旧 上帝不是根据人的预先的某个反应 然后才拣选人 所以他在这里面就谈到了 实际上拣选不是根据预先看到弟兄们的 两个弟兄的反应 一个是行善 一个是接受恩典 一个是拒绝恩典 所以拣选一个 弃绝一个 所以拣选不是这样 反而奥古斯丁主张 上帝的拣选和仪器 完全在乎他的怜悯和公义 上帝拣选一个人 是在乎他的怜悯 怜悯那个人 所以拣选那个人 不是基于他的功劳 那上帝弃绝一个人 是基于他的公义 弃绝另一个人 有些人拥护神的预知 而反对神的恩典 为什么 实际上 什么意思呢 是反对出于上帝 绝对的恩典 拣选人 而是主张 根据上帝预先看到 某个人会信 会接受恩典 所以才拣选人 因此这种根据 预知预定的这种拣选呢 实际上是 人是有功劳的 也弱化了上帝 拣选的这个教理 这个事实 然后恩典的 神的拣选 是完全在乎恩典 这就是符合圣经的 这个教导 所以有些人 维护预知预定 预知拣选 然后拒绝 反对圣经教导的这种 完全基于神的恩典的拣选 因此他们主张说 我们之所以在创世之前 被拣选 乃是因为神欲坚持到 我们讲来会行善 而不是神使我们成为善 也就是说 上帝的拣选 是因为我们的善 所以才拣选 而不是因为拣选 我们会行善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 上帝拣选的目的 就是为了预备 行各样的善事 在创世之前拣选 我们在基督里拣选 好叫我们 行各样的善事 好让我们 这个首先在恩典里的人 使他的荣耀的恩典 都是称赞 拣选的目的和结果 是善行 不是善行 是拣选的先决条件 所以奥古斯丁说 这种想法 是完全是虚妄的论证 虚妄的 自己想象的 编造的 不符合圣经的 人为的观念 根本不符合圣经 然后他说 不是我们 根据圣经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是我拣选了你们 约翰福音15章16集 这是基督的话 前面也说到 基督拣选我们 那这句话 说这句话 说这句话的人 不会这样说 就是说 基督说 我拣选了你们 不是你们拣选了我 所以基督不可能说 是你们先行了善 所以我才拣选你们 因为如果他拣选我们 是因为他预先知道我们为下 那么他同时也应 预知我们将要选择他 所以就是这种说法 上帝的恩典 给 那这里面说什么呢 上帝的恩典赐给 只赐给某些人 是不是只赐给某些人 这样不公平 那加尔文做出的回应是 他说保罗说 神恩待他的选民 是因为神喜悦 恩待他的选民 好彰显他的怜悯 因为他喜悦 彰显怜悯 我要恩待谁就恩待神 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出埃及记33章19节 这保罗引用的 就等于这样说 神施恩怜悯 只是因为他喜悦怜悯 所以在乎那个发怜悯的神 不在乎奔跑和定义的 好在那个早预备得荣耀 就忍耐宽容 好在他真正彰显神的恩赐 然后在那些愤怒的器皿上 好彰显他的公义和圣洁 所以这是上帝自己 所喜悦的旨意 根本不根据人的 什么先决条件 所以这也谈不上 什么公平不公平 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这个葡萄园的比喻 主的东西 那一次给谁就赐给谁 主的恩典 愿意赐给谁赐给谁 没有人可以控告他 你为什么不给我给他 那主的东西 对不对 他乐意赐给谁 就赐给谁 恩典是他自己的 他照着他自己隐秘的 喜悦的旨意 去赐给A 不赐给B 这个谈不上公平不公平 我们也没有资格谈公平 上帝也没有义务 去公平的去对待每一个人 给A了必须得给B 上帝没有那个义务 所以是自由的恩典 主权的恩典 奥古斯丁说 神的恩典不是寻找那些将要被拣选的人 而是使他们适合被拣选 就是什么意思呢 奥古斯丁说 神的恩典不是寻找那些上帝将来 根据他们适合被拣选而拣选的人 就跟前面的一样 上帝预先看到他们将会信 所以上帝才根据他们的信 才拣选他们 所以上帝的恩典不是寻找那些 先会根据他们的信反应 上帝才会决定拣选 适合拣选的那样的人 赐给他 乃是根据上帝自己喜悦的之意 上帝决定生给他 所以拣选 他就成为上帝拣选的对象 然后呢 我们看到紧接着就对阿奎纳的诡辩的批判 阿奎纳呢 虽然是非常著名的经验神学家 在神预定的行为上 对功劳的预知并非预定的原因 第一他肯定了 上帝预定不是根据人的功劳 但是呢 在具体预定判断上 就我们来说 就神来说 不在乎我们的功劳 就我们来说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表述 当我们说神按照人的功劳 预定人得荣耀时 意思就是 这就是因为他定义次给人恩典 藉此叫人配得这荣耀 什么意思 绕来绕去 一方面他先说 我们从神的角度 拣选完全不在乎我们的功劳 然后从我们的角度呢 上帝赐恩给我们先行的恩典 让我们配得这个荣耀 还是在这里诡辩 实际上他就给预知 或者说人的功劳留下了余地 那这个赐给人先行的恩典 人反应了以后 才人才有配得这个荣耀的资格 所以关于我们蒙拣选 完全不在乎我们资格 没有任何资格 在我们里面找不到 上帝拣选我们的理由 在我们之外 有上帝绝对的主权 自由的恩典 他自己喜悦的旨意 他定义 他决定 不在乎那个奔跑的 不在乎那个定义的 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所以阿规纳这种 好像两个都承认 结果这两个 其实是矛盾的概念 然后所以加尔文说 他这个狡猾诡辩 然后批判他 加尔文怎么批判呢 他说阿规纳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 选民是因为他们的功劳 而被预定的荣耀 因为神预定给他们恩典 而他们借此恩典配得荣耀 但是若持相反的观点 预定的恩典是 拣选得生命 在拣选得生命之下 前者是后者的侍女 什么意思 上帝预定我们将得恩典 给我们已经被拣选得荣耀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得荣耀 是因为上帝先拣选 上帝拣选我们得荣耀 不是因为我们配得荣耀 才被拣选 所以得荣耀 有份于上帝的荣耀是基于上帝先拣选 上帝定义让我们有份于神的荣耀 像保罗在《罗马书八章》里面所说的 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是预先定下来的人 就招他们来 招他们来 称他为义 称他为义 就让他们与神的儿子 一同得荣耀 这是神在创世之前的计划 定义让他们与神的儿子得荣耀 借着神的儿子得荣耀 那就具体的定下来以后 就招他们来 然后称他们为义 然后带他们进入到荣耀里 所以荣耀是拣选的结果 不是拣选的前提 会得荣耀才拣选我们 不是的 因主喜悦借着拣选使他儿女称义 又如何呢 因此预定是荣耀 预定得荣耀是预定得恩典的原因 上帝预定我们得荣耀 所以定下来要施恩给我们恩典 不是这样的 不是反过来 上帝先定下给我们施个恩典 然后我们反应了 然后配得荣耀了 然后再预定 但是让我们结束这个论辩 这加入文就不必多谈了 对于这些坚持坚信 在神的道中已经有足够智慧的人 那些安稳在神的话语 满足于神的话语当中 因着满足于神的话语 他们就是有智慧的人 足够的智慧 神的话语就足够了 不必要再找其他的证据了 所以在这里面最后 他以一个古人的神学家的说法 作为辩论的这个结束 那些教导神的拣选 是根据功劳的人 超出了他们应有的智慧 也就是说他们这样的认为 越过了神的启示 越过了神的话 当越过神的话 我们就进入到黑暗 因为关乎到上帝永恒当中的这个奥秘 离开神的话 我们将一无所知 所以当他们不以神的话为智慧的时候 他们就越过了自己能够认知的那个限度 这是很危险的 所以安稳在神的话语当中 于圣经的启示 来了解预定论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今天当我们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 在学习预定教理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不可以越过圣经 过度的逻辑性的推理 结果离开经文的见证 连快圣经的教导 我们为了满足我们的逻辑 编出一些无论多么善意的动机 为了维护这个宝贵的教理 但是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发明创造和逻辑的 主导的推理的话 最终也是愚昧的 降服在圣经 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范围 去接受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预定的教理 是智慧的 然后他又开始回应 这个蒙招的多 被拣选的少的这个质疑 那有人质疑 如果上帝毫无区别的招所有的人 传福音给所有的人 但只拣选其中的少数 他就背乎了自己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了 为什么背乎自己 就虚情假意 他真诚的去邀请每个人 结果又不真诚的去救 所有他邀请的人 结果他就背乎自己 他不诚实 不真心 因此神普遍的应许 证明神没有特殊的恩典 上帝应许给所有的人 所以就证明上帝不会将恩典值给特别的人 神爱世人是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不知灭亡 是凡信他的都不知灭亡 然后这些人就误以为这个话是指所有的人 上帝希望每个人得救 然后这样的应许上帝应许所有的人救恩 然后结果用这个作为前提推导出上帝不可能 只是救少数特殊的人 或者是只将特别的恩典赐给少数人 有些经文的确是难 神愿人认得就不要要一人成伦等等 然后加尔文给他的回应是什么呢 我们要区分问题的性质和对待 区分问题的性质和对待是我的评价 为什么我们看到加尔文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在处理别人质疑这个预定的教理的时候 他区分了问题的性质 首先第一组人 他认为有一些人是比较温柔善良的 他们这样说不是要阻挡真理 而是要希望不要纠结费解的问题 觉得预定论太难了 不造就人 大家为这个辩论不好 然后不要过度的好奇 那个奥秘我们也搞不懂 就不要讲了 不要参测了 所以就不谈 他们的动机是可以加许的 所以加尔文对待这种人 称赞他们的这种谨慎的态度 但是同时又责备他们 方法不对 为什么 装糊涂吗 这种装糊涂 不愿意搞明白真理 然后逃避问题 这个本身是不可取的 是不可原谅的 前面也谈到了有一些人 处于惧怕 过度的谨慎 所以就不教导 压根不提预定论 不提预定的教理的话 这个也不是可鼓励的 因为圣经明明去教导了 为什么我们不教导呢 不忠于圣经 上帝教导我们就要教导 至于我们能不能够很好的把握这个教理 这是我们需要下功夫的 需要寻求神的恩典 尽可能的去理解忠于这个教导 去忠心教导 不能忽视的 我们蒙招做教导的人 要在所有的教导上 凡基督所教导我们都要教导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不可以自以为是的 假装谦卑 圣经里面教导了 我就我因着恐惧 我就假谦卑的去不教导 这个也是我们没有那个权利 我们也不应该那样做 那样做也是危险的 因为我们就等于把教会应该享有的 那个属灵的粮食给剥夺了 然后第二类人呢 至于那些放纵 对侮辱和咒骂这拣选的人 就是明显的去拒绝这种教理的 他们直接就咒骂 辱墨 侮辱这个教理 这个教导 然后对待这样的人呢 我们在其中只看到不足称道的狡辩和可羞耻的错谬 第一肯定了他们里面 只是狡辩而已 没有什么根据 圣经里面明明是教导的 然后再就是他们那个可耻的错谬 那圣经这样调和 这样调和这两件事 接着外在的传道 外在的传道 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外在的呼召 或者是普遍的呼召 外在的呼召 神呼召所有人相信悔改 外在的呼召是念向所有的人 往普遍天下去传福音 给万民听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如果可能就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然而信息与悔改的灵 这个真正让人能够相信 使人悔改的这个灵 并没有赐给所有的人 上帝应许的圣灵赐给他们圣灵 使他们产生真正的信息悔改的圣灵的做工 有效的呼召 内在的这个更新的恩典 重生的恩典 悔改的恩典 并不是赐给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要区分上帝外在的福音向所有的人传 然后另一方面呢 就是只有那些上帝预定的人才能 那怎么回事呢 这一点呢 前文我们已经谈过了 那现在要简单的重复一下 加尔文就重申 他就开始论证 第一呢 首先那位严重警告 这城将要下雨 那城要干旱 阿摩斯士章奇 以及在另一处报告 说将所有听不到神话语之饥荒的这位主 报告这样的信息 一个城暴雨 那个要干旱 它不公平吗 上帝降雨这个城干旱 让那个成功 这个主没有按照公平 我们认为的必须得都降雨 或者都干旱 这个方法去做 然后也宣布另一个 那个不听主话的这个饥荒的主 听不到主话语之饥荒的主 这样报告他们 这样的主呢 也就是主随着自己的自由去做事 并没有所谓的平等的呼召 所有的人这样的义务 也就是说 简单的说 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说的 上帝没有义务 公平的对待每一个人 公平的要拯救每一个人的义务 拯救每一个人的责任 上帝没有那种义务 没有那种义务 没有那种责任 所以不要跟上帝谈公平 第二 然后同时呢 上帝也禁止保罗在亚西亚传道 保罗是想在那传道 上帝耶稣的灵 拦阻不许他 不让他到匹腿尼 然后呼召他去往马其顿 那福音宣讲就好像不公平 本来保罗个人的意愿是想往那去 上帝拦阻他往别的地方去 那要去那个地方就听不到福音了 结果改变路线了嘛 对不对 使他们就丧失了听福音的机会 然后往马其顿去 马其顿的人听信福音了嘛 对不对 那不公平嘛 这里面表明他有权按照他的美意赏赐他的宝藏 上帝呼召谁 赐谁机会听福音 给谁救恩 这是上帝的特权 上帝的主权的恩典 乐意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 然后第三呢 也借着以赛亚的口说 耶和华的绑壁并非缩短 是吧 不能拯救 他也没有赐救恩给所有的人 这里面只讲细心的恩赐赐给了少数人 以赛亚说明了原因 耶和华的绑壁并非缩短 不能拯救 并非耳朵发神 不能听见 乃是你们的罪 是你们的阻挡 上帝不拯救他们等等 这里面都提到了神这个主权的 然后第四 约翰说凡基德他的名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给他们全名做的 表面上看 信是我们的行为 但是后面他就说 这种人不是从情与生的 不是从仁与生的 乃是从神与生的 不是从血迹 不是从情与 不是从仁与 乃是从神与生的 这些人之所以能信 是神赐给他们重生的恩典 以至于他们能够信 所以上帝乐意赐恩给谁 就赐恩给谁 对约翰福音三章里面 对尼哥尼伯谈到的时候 谈到了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去 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去 给这个人重生的恩典 给那个人重生的恩典 这是上帝的自己的主权 随着自己的意思 第五如果拣选之信 拣选是信心之母 正如保罗所宣讲的 也就是说先有拣选 信心只不过是拣选的结果 因为蒙拣选 所以他有信心 不是因为预见他相信 所以才拣选他 我们就可以反驳他们的论证 主张信心不是普遍的 因为拣选是特殊的 上帝拣选谁 还赐给谁信心 所以传了福音给所有的人听 假如说传给所有的人 但是不一定 实际生当中没有人 没有所有的人都信 对不对 因为上帝没有拣选所有的人 上帝没有赐给所有的人信心 根据因果关系的次序 可以轻易的推论出这一点 当保罗说 父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 属灵的福气就如神在创世之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那么这样的丰富 这样的诸多的恩典 各样属灵的福气 不是所有人得的 只有那些在基督里蒙拣选的人 他们才有 而这个选民拥有的信心 就是这诸多的属灵的福气中的旨意 这样的讲论 其实就杜绝了 防止任何人以为 他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相信 因为自由的光照 那些已经先蒙拣选之人的荣耀 单单归于神 什么意思 圣灵光照谁 这种自由的光照 是只临到那些先被拣选的人 这样的话 救恩属于耶和华 荣耀归给神 不是归于我们自己 我们信了 上帝才救我们 我们过去一直都这么相信的 这种阿民念式的信仰 这种错误的 不符合圣经的信仰 虽然符合我们自己的逻辑 甚至经验 但是却不符合圣经的启示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谦卑 既然基督徒 所谓的基督徒 就是信上帝的话的人 尊上帝为上帝的人 信服上帝的话 圣经都是神的话吗 于末世 神口中所默示的话 与教训 独作 使人 归人 教导人 行义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叫属神的人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都是有益的 那我们既然相信圣经是正确 误出于神的 当然相信圣经的见证了 对不对 而比起我们的感受 主观的经验 我们的逻辑来说 圣经更具权威 所以我们当更新我们的信仰 顺服神的话 抛弃我们与神的话 相冲的 相抵挡的 抵处的 这些矛盾的逻辑 这些错误的感觉 经验 是不是 这就叫做成圣的过程 心一更新而变化 不效法这个世界 然后 又开始以 博尔那 引用他的话 当他 向他们说话的时候 只有他的朋友 才能听到 你们这小群 不要惧怕 因为天上的奥秘 只叫你们知道 这些人是谁呢 是他预先所知道 且预定要效法 他们儿子得榜样的人 他已经启示了 他伟大奥秘的计划 主知道属他的人 但那些 以前 为主所知道的事 现在已经向人显明 的确 他并不是 让所有的人 都有份于 这伟大的奥秘 而只让 他所预先知道 并预定 属于他自己的人有份 然后不久呢 他就做结论说 耶和华的慈爱 归于敬畏他的人 从亘古 直到永远 从亘古 是预定 到永远 是在荣耀的状态 从亘古 是指预定 直到永远 是得荣耀 一个无始 而另一个是无终 预定的时候 是在永恒当中 没有开始 上帝自己决定 最终 在永世当中 持续到永远 得荣耀 所以这里面 就说到了 博尔纳也承认 神的拣选 在乎神自己 不在乎我们人 然后基督也亲自说 这不是说 有人看见父 唯独从神来的 从神来的 神拣选的 神将属于他的人 交父给子的 他才见过父 只有这样的人 才能认识父 所有没有被神 重生的人 都必因神的 面容的荣光 而惊骇 因神的威严 而恐惧战警 诚然信心与拣选 示意的联合在一起 上帝的拣选和信心 是因着拣选 而有信心 对不对 然而 我们看到 他是居于刺猬 信心是居于刺猬 先有拣选 后有信心 不是主要的 因为信 所以上帝才拣选 基督清楚地 指出这个次序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 他所赐给我的人 先属于父的人 然后赐给子 叫他一个也不知失落 然后救他们 保守他们 基督也清楚地 指出这个次序 说 差我来者的意思是 他所赐给我的 叫一个不知失落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 叫一切见子而信 父属于父的 赐给子 然后见了子而信 属于父 就是拣选 预定 赐给子 相信 这个逻辑上和时间的顺序上 就是信在后 如果神要所有人都得救 他必然将他们都交给子 看管 并且用信心的神圣纽带 将他们嫁接在 连接在基督的身体上 借着信连于基督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上帝让所有的人都救 就赐给所有人信心嘛 让所有人都相信 都连于基督 那因此呢 基督在另一处说 假如说那样的话 实际上就反对的意思 羊也跟着他 因为他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陌生人 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 只有主的羊 才认得主的声音 认得大牧者 耶稣基督 也就是说 那些不跟随基督的人 他们就不是主的羊 不属主 凡属主的 就听主的声音 所以耶稣说 你们不听我的声音 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 然后呢 假如牧师又处理了 这个拣选的根基的问题 到底上帝根据什么 拣选我们 我今天讲的比较简单 今天挺好其实 到底上帝根据什么拣选我们 绕来绕去 什么预知 预检选 预知预定 根据我们预先看到 我们会相信 根据预先看见 我们会接受神的恩典 所以等等 所以归根究底 就是讨论到什么呢 上帝拣选我们 到底根据什么 这里面 这一小解释 说到上帝的旨意 以保罗谈到雅各和伊扫 蒙拣选的这个事例 作为论据 谈到了正如雅各和伊扫 他们被拣选的时候 善恶还没做出的时候 上帝已经拣选了他们 表明上帝的拣选 不在乎他们的行为 不在乎的定义 不在乎的奔跑的 大得要服事小的 已经蒙拣选了 还没有行为的时候 所以就直接有力的 反驳了那种预知预定 根据人的功劳 预先看见人的善 人的信 人的对恩典的回应 然后才拣选的 这种荒谬的主张 那么如果说 上帝凭着自己 绝对的主权 拣选少数人 而一弃绝大多数人 是不是上帝不公平呢 实际上 谈不上公不公平 因为在这里面 上帝 这个加尔文牧师 借着保罗的话 说到了 神是按照 以扫的恶行抱怨他 他反而是 满足另一个解释 就是谴责 遗弃者的兴起 这个翻译烂糟的 白尔变得乱了 什么意思呢 加尔文牧师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是满足于 上帝根据以扫 为什么这样讲呢 这里面我们要留意 加尔文牧师的教导里面 我们看在表面上似乎有张力的部分 或者说更严厉一点的 更严肃的表达就是冲突 我说是看似冲突啊 其实不是冲突啊 那在三章 二十一节到六节里面的时候 他说到了 遗扫自己因着不信实不守约 自己轻护了长子 所以他被遗弃是因为他咎由自取 人自己的责任 然后他在下一章 二十三章六节到九节里面也提到了 上帝遗弃人是基于罪人自己的罪 因为罪人的责任 所以他们遗弃 所以之前我也谈到了 上帝遗弃人是根据上帝的公义原理 公义的判断 审判他们的罪 他们咎由自取啊 拣选是基于怜悯的 那这里面又谈到神的旨意 不在乎任何根据 这里面加尔文说 比起这个公义的原理 报应他们的恶行 他更谈到什么 借着遗弃彰显神的荣耀 这个不冲突啊 所以你发现加尔文的概念当中呢 谈到遗弃的时候 他就想的比较多 前面我们也谈到了 他比较反对那种激进式的主张 两个极端式的主张 要么就把神搞成这个罪的创始者 要么就把上帝搞成一个软弱的 看人脸色行事的 没有主权的 被动行事的这样的神 所以他非常均衡 谈到预定拣选人的时候 完全出于上帝的自由和怜悯 不是基于那个人 都是基于上帝的 但谈到一气的时候 加尔文是特别谨慎 就是谈到了罪人的责任 但是终极还是神的旨意 好将荣耀归给神 所以有的时候看似矛盾 不在乎人的功劳 前面讲的不在乎雅各的行为 和以扫的行为 那这里面又谈到 实际上以扫就由自取 然后又谈到神的旨意等等 似乎看到有点不和谐 似乎有点矛盾 这也就是加预定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 我们说的不是自由意志 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的问题的时候 关于一气人的时候 绝对的上帝的主权 同时也不排斥 注意我说的不排斥 所以你就不要刻意的说 人的责任到百分之多少 神的主权多少 不排斥人的责任 所以罪人被一气 不能抱怨神 好像独断专行 太残暴了 为什么不给我救恩的机会 没有那个资格 我们咎由自取 我们是罪人 我们自己抵挡神 拒绝神 没有信靠神 更何况呢 那个上帝定义不施恩给我们恩典 那是上帝自己的权利 那我们也不好控告上帝 为什么不施舍给我们 不怜悯我们 对不对 这里面我们回头 在二十三章六节到九节里面 再处理这个问题 罪人的责任的问题 我就以这一段作为总结 这几课主要谈到了 上帝拣选不在乎根据他的预知 有人主张上帝呼召了那么多人 直接拣选少数人 给少数人不公平 然后再也就是说 上帝实际上如果强调神的主权的话 好像就神不公平 如果强调上帝根据预知 看到谁会以信心接受善用 上帝预先给他们的恩典 然后再决定诗恩给他 救他的话 上帝就变成被动的软弱无能的上帝 破坏了圣经里面的预定的教导 所以在这里面说到 这两件事单单归于神 人的蒙拣选也好 被遗弃也好 都在乎神的旨意 上帝定义 上帝喜悦的旨意 如果我们不能对神的怜悯 给他子民给出任何理由 只能说这是神的美意 上帝怜悯他的百姓 这是出于神的 不在乎怜悯的对象里面 有什么功德 完全在乎神自己的旨意 同样一样 关于遗弃人也没有可好的理由 虽然前面谈到了 稍微谈到了人的咎由自取 最有应得 但是也最终极的 还是归给神的旨意 上帝定义不施恩给他 遗弃他 放任他 在自己的罪中灭亡 所以我们也不能责怪上帝 不施恩给他 责任上帝独断真行 太残暴 他最有应得 该受审判 只不过是不施恩 定义不施恩给他 不是蒙怜悯的对象 反而是定义 让他成为遭愤怒的对象 那愤怒对给他 也不是因为上帝无端愤怒 是因为他最有应得 照着他所该受的愤怒 愤怒他 所以人有什么可怨屈的 好像无缘无故 受到上帝不公待 控告上帝 除了上帝的旨意外 我们不能再寻找 找不到其他任何的理由和原因 所以一个罪人蒙恩 一个罪人灭亡 终极的原因都在神那里 上帝同样一块泥巴里面 同样一批亚当的后裔 堕落的人当中 上帝定义诗人给这个人 不诗人给另个人 拣选这个人 以弃这个人 都在乎上帝自己喜悦的 隐秘的 自由的 主权的 恩典的旨意 所以蒙恩的人 预定论主要是 让我们这些蒙恩的人 感恩 我们没有骄傲的资本 因为不是我先信的 我们没有夸口的资本 因为不是我的功劳 上帝坚信我 完全在乎神的那点 所以让我们谦卑 我们软弱无能 完全靠着神的怜悯 然后感恩 上帝既然施恩给我 所以我们将国以荣耀给他 这是预定的真正的意义 目的 同时也负面的 或者附带的解决了 为什么有绝大部分人不信 为什么上帝传了福音 真诚的去要求他们 借着教会传福音 他们不信 上帝好像失败了 不 上帝所预定的 凡预定得永生的人 都会来信 那些被遗弃的人 传了他们也不会信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不知道谁预定的 谁遗弃的 所以我们尽心竭力的 去对每一个人 都发出真诚的邀请 上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有效地呼召那些选民 来到神的面前 而任凭那些非选民 或者被遗弃的 刚硬被你 在自己的罪中 等候审怕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这个时间一起来祷告 一定清楚我 URD ORD OR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